中国作为宗的故乡 每年大年初一 都会有不少青铜大宗被敲响 能不能认为 新年一时听到宗生 可以消除烦恼增长智慧 保佑一年平安吉祥 那么你知道 现在中国最大的青铜红钟在哪吗 给我点赞年五百万 先赞后看吉祥平安 大家好我是老毛 中国最大的五口青铜红钟在哪 答案马上为您介绍 第五位 永乐大宗 这口珍藏在北京大宗市的永乐大宗 可以说是一口 集中国各类古宗之大臣的巨钟 它高6.75米 直径3.7米 重46.5吨 是永乐年间名城主朱棣 下令制造的一口举世无双的青铜钟 可能朱棣自己都没想到 六百年之后 这口大宗成为了世界上流传年代最久 铸造最精 中壁最薄 音色最美 抗击打性能最强的佛钟 以前啊 每年新年来临之际 永乐大宗 都会敲响108升 敲了500多年了 仍然完好无损 据说现在啊 为了保护文物 大宗平时禁止撞击 只是在每年元旦 或者除夕持旧银星之时 才会敲响三项 第四位 北京钟楼大宗 过去 人们一直认为 永乐大宗 是我国最大最重的古铜钟 但1989年 经过专业工作者的全面测定 发现悬挂在北京钟楼内的这口 铸造于明朝永乐18年的古钟更大 它通高7.02米 最大直径3.4米 重约63吨 被认定为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 分量最重的古代铜钟 这口大宗中体高大呈圆状 它的声音圆润洪亮 幽远绵长 据说 在过去北京城还没有那么多高大建筑的时代 几十里之外的地方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第三位 寒山寺大宗 孤叔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这首快智人口的诗里提到的钟声 就是寒山寺里的大宗传出来的 但是唐朝诗人张继当初听到的那口古钟 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明代的本祭禅师又重新注了一口剧钟 但这口剧钟最后也下落不明了 关于寒山寺谷中的下落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有一种说法比较靠谱 那就是在战乱年代 谷中已经流入日本 高套榜专注各种有趣的排行榜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了伸出您的发财手 点击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 2003年的时候 一位老板想要为故乡的寒山寺重建堂中 于是花费重金请武汉的一家工厂 复刻了寒山寺的大宗 2005年 这口下落不明已经几百年的青铜大宗 终于被仿制了出来 当青铜大宗被运到千年古叉寒山寺的时候 人们都惊呆了 这口铜钟高达8米 最大直径5.2米 重108吨 全身上下叼满了凯苏的妙法莲花经 总计7万个字 因此 这口大宗也被誉为世界第一佛宗 第二位天瑞吉祥钟 河南鲁山县的佛权室内拥有一口2000年铸造的青铜大宗 它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还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口大宗重为116吨 高8.1米 最大直径为5.2米 2002年 经过鉴定委员会专家的鉴定 这口天瑞吉祥钟 被评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外基式青铜钟 还获得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认证证书 这口大宗除了是世界上最重的外基式青铜钟 这个特点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 它是现场铸造一次成型的 要知道 一次成型铸造这么大的一口钟 可是非常考验铸造技术的 据说 这口钟的回音可以长达7分16秒 在六七十里之外 也能听到它的声音 第一位 2005年 华西村为清贺天下第一村建村45周年 赤之2000万铸造了这口高8米 最大直径6.06米 总重145吨的巨型青铜钟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整体胶筑 一次成型的完整大钟 这口钟不仅巨大 而且十分精美 大钟顶部的钟铸是祥寿普劳 上部为龙凤吉祥图案和钟王名文 中部腰带处雕刻有12生肖图 底部唇边则是吉祥红日水波文 整个中体浩大厚重 文是精美细致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好了本期的高套榜就到这里 你还知道哪些巨型大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